作者张军 由有生熊猫为您播讲 改名国藩的曾子成 在礼部唐官的引荐下 走进紫禁城 来到太和殿 此时他觉得自己的心 越跳越快 既兴奋又紧张 一甲进士 传炉时就面见皇上 钦定汉林院树集市 而自己却经过炒考 才获得面见皇上的荣幸 他清楚地知道 在乡乡老家亲人的心目中 进士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而在京城 进士没有任何俸禄和官职 只不过是一顶光鲜的空帽子 自己的命运决定于宝座上的皇帝 报上姓名 桑呼万岁之后 曾国藩恭恭敬敬地跪下 曾国藩 你给朕说说 读书的要义是什么 宝座上的道光皇帝 扫了跪地的曾国藩一眼 出了一道面试题 曾国藩 扶在地上 略一思索 朗声回答 回皇上 学生以为 读书的要义在明里 上书有云 修身持家 治国平天下 是必先修身 而后持家 而后方能治国平天下 修身即是明里 故读书的要义在明里 道光皇帝心里一动 向太监放在预案上的 曾国藩履历 多看了一眼 大清国库 早被乾隆爷 挥霍得差不多了 父亲家庆帝 超了和珅的家产 弄了不少银子 却因镇压 连年的白连教民变 也没给自己留下多少 继位以来 灾祸连年 民不聊生 道光皇帝明白 家底薄 生活节俭 几乎到了吝啬的程度 今天 这个曾国藩 开口就说 读书的要义是明里 还想到治国平天下 顿时心生好感 在曾国藩的履历上 批了 明白事理可用 然后挥手说 下去吧 曾国藩战战兢兢 不敢抬头 连皇上是什么模样 都没能看上一眼 就算瞻仰了天眼 备受汉林院树极式 走出宫门 再回头看看 微微公雀 曾国藩如醉如痴 仿佛自己身在云端 回想自己五岁读书 十三岁起参加同生考试 在科举道路上苦熬十五年 香香农家的一个田舍郎 最终登上天子堂 多荣耀啊 回到会馆 曾国藩意气风发 给家里写信 把自己的际遇 向祖父和父亲详细禀报 曾国藩 以三甲进士的最低等级 在炒考中 被皇上钦点 汉林院树极式 堪称 创造了清代科举考试史上的奇迹 一夜之间成了京城的名人 兴奋喜悦之余 他并没有得意忘形 头脑呢 十分清醒地认识到 汉林院树极式 并不是官职 也没有俸禄 主要任务 是研读汉林院的文献 说白了 汉林院是国家最高人才储备库 汉林院树极式 则是储备人才而已 京城天子脚下 达官显贵 遍地都是 六部衙门里 随便找一个办差的 都是六品五品顶带 谁都不把没有品级的树极式 放在眼里 眼下最要紧的是四处拜业 他拜了房官拜主考 再拜汉林院官员 需要拜业的人多 住的又分散 往往拜业一个人 回到会馆 已经是深夜 累得他筋疲力尽 最让他尴尬的是 别的树极式去拜业 都备上一份礼物 无奈自己囊中羞涩 只能持一张门生帖子 去登门 是地地道道的干业 好在那些人呢 看重的是他的汉林身份 日后呢 不难出人头地再补报 对他未免有加 让他觉得欣慰 一有空呢 他就潜心读书写作 自己安排课程 分为五类 分别是茶余偶谈 过戏影 溃贫良 诗文超 诗文草 还不时写论书文 却不愿意给别人看 该拜的人都拜了 曾国藩向汉林院请假还乡 这是朝廷制度 让近视汉林 一锦还乡 以激励天下读书人 效忠朝廷 八月 曾国藩与林玉元 和郭松涛 同行回湖南 三人共乘一辆马车 来到湘帆 再坐船到安路去 船到江心突遇大风 临船请负 数十人少有生还的 曾国藩坐的船 安然无恙 郭松涛感慨说 低声兄是汉林命大 小弟托你的福啊 曾国藩则笑着说 云贤兄 燕之不是你的命大 我托你的福呢 两人府长大笑 林玉元也大笑 一路畅谈 回到长沙 已是十一月末 曾国藩忙着回家 便和郭松涛啊 道别 收到捷报家书 曾家上下是欣喜若狂 曾新刚 立刻吩咐张灯结彩 一边派程侯和温甫 两人预先到香香县城 去迎接 一边让纪云 通知本家族的人过来 很快 组织了两个武师队 还有两班锣鼓索呐乐队啊 到里头嘴的路口恭候 曾继云很细心 沿途安排人呢 扛着三眼冲 提着鞭炮 点放 那天上午 远远看到一队 取得高高的指示牌 后面一顶四人大叫 曾继云就兴奋地说 诶 是宽一的叫的 点火放炮 奏乐 杀时间 三眼冲和鞭炮 震天动地 锣鼓唢呐其名 大叫缓缓而来 武师的 抖擞精神 簇拥着大叫 向汉林府地走去 曾汉林 衣井还乡 这风光的场面 惊动了附近的 大小村庄 那些沾亲带顾的人 眉飞色舞 争相重述啊 巨蟒转世的传说 跟曾国藩 一起读过私塾的铜窗 在捐水河 一起扑腾摸鱼的伙伴 则津津乐道 这个回忆起 他在桂花塘 欧阳家 悄悄打破 金鱼缸的心机 那个说出 他到神王庙玩耍 踹倒菩萨塑像的胆量 还有人呢 会声会色 说起他后来 到九封山那边去读书 把骑马的竹棍啊 拴在菩萨肩膀上 叫菩萨 好好给他看管 马跑了 定不轻饶的气概 那些做父母的 少不了告诫 正在读书的儿子 看看 看看曾家的宽衣 如今是汉林老爷 广宗要祖呢 大教到了屋檐下 轻轻放下 教夫谦功地 撩开轿铃 曾国藩下轿 走进堂屋 恭恭敬敬 给神龛上的祖宗磕头 再给祖父和父亲磕头 然后起身 向叔叔和本家长辈 拱手施礼 这些本家知道 如今的宽衣 是皇上亲典的 汉林大老爷了 一个个忙着还礼 曾国藩 说了些感激 皇恩浩荡之类的套话 这才慢慢坐下 刚坐下 外面噼里啪啦的鞭炮 响着不断 心机争相赶来贺喜 姐夫妹夫不必说 内地欧阳穆云和欧阳凌云来了 连江家几个舅舅都赶来了 看到南武舅 曾国藩 情不自禁地想到南武舅 卖了梨田的黄骨 给自己凑盘缠 感动得鼻头发酸 武舅 外甥能有今天 一辈子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 哎 宽衣 千万莫这样讲咯 你武舅是个出本人 没有什么能耐 你将来当官啦 武舅过来给你当伙父 酒心满意足啦 南武舅啊 笑得格外开心 一连几天 曾家的宾客络绎不绝 湘湘县令登门 县学学正拜访 亲戚的亲戚 朋友的朋友 凡曾国藩读过书的叔叔学友 虽然呢 并没有跟他们真正同窗 共读过一天书 也文训赶来贺喜 至于湘湘县学里面 一起考上秀才的童年 那些就更不用说了 客人登门道贺 不管熟悉不熟悉 曾国藩都要热情接待 客人告辞 他必须送出河场 才留步 一天到晚 忙得像陀螺一样 简直筋疲力尽 带该来的客人来了 不该来的也都来了 一个个酒醉饭饱而去 全家呀 才有功夫歇息 一家子坐在一块吃饭 刚端起碗 曾国藩郑重地说 爷爷 爹爹 孩儿考上共事的时候 恩师让我改名字为国藩 孩儿已经禀报过了 现在想来 自从孩儿改了名字 虽然进士只进入三甲 仿佛如有神柱一般 炒考竟然进入一等第三名 皇上欲比钦点 拔为第二 才侥幸入了汉林院 成为天子门生 我想 将几位弟弟 还有姐妹的名字 都改成国字 爷爷爹爹以为如何 林叔啊 宽衣说得不错 都改成国字 都沾上国家的光 好 曾兴刚一锤定音 林叔啊 连连点头 论理呢 给儿女改名字 应该由自己这个当爹的 来琢磨确定 但转念一想 自己尽管是爹老子 可考一辈子 也就秀才功名到头了 哪里比得上宽衣的汉林学问高呢 只得说啊 宽衣 如今你的名字 是受过黄蜂的 还是你斟酌吧 曾国藩也就不谦让 再三琢磨 姐姐改名国兰 妹妹改名国之 四弟成侯 改名国皇 六弟温府 改名国华 九弟元府 改名国权 小弟季红 改名国宝 然后详细说出 每个名字的含义 爷爷和爹爹都说好 叔叔 曾继云多喝了两杯 趁着酒性说 大哥 如今宽衣是汉林老爷 有的是银子 从今往后啊 你用不着辛辛苦苦教书 该好好享福了 曾国藩听了 轻声叹息 叔叔 我也想让爹爹好好享福 可你不知道 我这个汉林 其实只是面子风光 并没有分毫的俸禄 我还要靠家里拿钱 才能过日子呢 朝廷规矩 在三年期满散馆考试后 才给授与官职 高不过七品 一年 也就四十两银子 曾济云一听啊 半赏开口不得 曾心刚正色说 林叔啊 济云 宽衣当了汉林 虽然身份尊贵了 但他的事业还很长远 咱们家呀 仍然要靠种田为业 不能靠他吃饭 曾国藩听了 感激得差点说不出话来 爷爷说得太好了 现在当了汉林 只不过刚刚开头 将来的道路还长远得很 北方人常说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试图前程如何 还得散管考试后 才能见分晓 休息几天后 曾国藩备好礼物 拜见了江家外婆和几个舅舅 再去拜见了岳父欧阳宁子 女婿当上汉林 欧阳宁子自然喜不自禁 向他询问电视和炒考的有关题目 对女婿在太和店面胜的场面 问得尤其细致 他在乡村教书 自知这辈子 无能瞻仰九重公雀的灰红气象 如今能从女婿嘴里得知 日后也有激励学生的谈资 心里格外自豪 从岳父家回来 曾国藩又到联宾书院 去拜谢山长刘元堂先生 眼见汉林重访母校 刘元堂兴奋的老脸发光 召集书院学子到天井里 一睹汉林风采 兴致勃勃的说 诸位学子 这位汉林公国藩老爷 当年曾在我联宾书院就学 是我书院百年难得的殊荣 你们哪 要以汉林公为楷模 勤奋攻读 书鸡成为国家栋梁 曾国藩再三称谢说 山长过誉了 母校重游 我勤不自禁 想起当年山长对我的尊尊教诲 我在这里改字号笛声的难忘日子 任中道远 望诸君共勉 感谢您收听 曾国藩传 本集播讲完毕